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没上过破冰船 那真得要求您去一下 诚心的要求上我们的破冰船 几十艘舰 有几十个国家的舰 下次到你们破冰船上去看看 您看看 我们破冰船 首先全封闭 那是船空调吧 全封闭 而且船壳很特殊 多少吨 多少吨 满载排水量7000吨 然后轻柴油动力 然后嘉义香油 您猜多少吨 几十吨了 几十吨小了 我是全球航行 全球航行 几百吨啊 2000吨 天哪 买在7000吨的船装2000吨有 装2000吨有 那这个是为什么装这么多 因为它是破冰船 这加一回油得好多钱 10个加油站 10个加油站 就因为它破冰船所以才好油 但是俄罗斯的破冰船都是核动力的 俄罗斯那核动力的不让咱拥有啊 而且核动力其实比这常规动力还贵 对 是 它的破冰船都核动力 先说咱这个 咱这个是常规动力 四台瓦西兰太油机 18000马力 然后三部雷达和那个 当然了没有相公镇 我能装一相公镇就好 你想太多 两部对海 一部对空 永远不可能装对 你想太多 不是 我就搞不来当话家 搞来当话家我自己造一个 两个对海雷达 一个导航 对 然后因为我是那个 就是有直升机的起降平台 所以我还要一部对空 对空雷达 对 还要一部对空 装两架直升机 有机库吗 现在现在在申请改造 我们要搭建机库 在后面的起降架板上加机库 然后把船尾 起降平台外飘出去 这个是很危险的 这个要注意 这个要注意 我们俩过天日子去加拿大 就做这个 落机的话调装训练 这个要注意 为什么呢 因为你直升机的油 是有限的 你会着急 你降不下来 一会没地方去 对 你这个油是有限的 你万一碰上台风 碰上什么 你就非常麻烦 所以我们还是 就是谨慎小心 尽量赶在海上 安全第一 你们现在做的不错 我就特别想问你们俩 到底是谁追随谁 你们俩都一样 性格 都喜欢玩着玩 就跟我们 军舞都挺像的 就是玩枪玩靠 玩船 玩坦克 玩飞机 玩车 这啥都是喜欢 是因为 他追随我 当然你喜欢 你才喜欢的 其实 还是从小的时候 因为爱 有的时候 他因为爱 他就是也不是会这样 你爱你 他看着追剧 他在家追剧 他不会搞这些东西 他本身也是乐在其中 小的时候上树爬墙 那种上房接瓦的那种 反正我小时候玩什么 他就玩什么 对吧 你看我现在 小儿一起玩 他现在是全中国 唯一一个女性的 运十二的机长 我后面可能有师妹了 机长 有驾照 对 你还有什么照 开船有没有照 有 大副 不限航区的大副 你呢 船长 我是老鬼 老鬼 我是轮机长 船长 那到时候再考吧 增一下 估计他最后当船长 因为他是大副 你这个照 就是固定翼飞机来 开直升机还对那种考 我也有 也有 直升机的 战斗机 固定翼 战斗机 前一日飞到米格15 在俄罗斯 飞过 但是其实战斗机 是属于体验式飞行 殲-15考虑考虑 航空线上 那能去坐一下 活跃一把 能去跟殲-15合个影 就是莫大的荣幸 就是莫大的荣幸 太开心了 开过战斗机 对对对 我前一段时间在俄罗斯 开了米格15 米格15 对对对对对 天呐 太烈了 然后当时也是 特别好玩 不是它是双座 对我前面会有一个教练员 教练员 它当时是 我想想 它当时是 四百四百六十公里空速 然后居地面二十米 然后低速低空通场 低空通场 做了一些特技 低空通场多少速度 四百公里 四百六十公里 四百六十公里 然后通场过后 然后直接的就是七十度 身体 对七十度 直接是拉升 我知道 七十度拉升 然后这回最难受的 就那一瞬间 那一瞬间六个计 六个计 拉升的时候 直接拉升 对 带翻滚 带翻滚 然后倒飞 拉升之后到底上 这不就扣过来了吗 然后改过来 改平 改平以后那边俯冲 俯冲之后 啪 再倒过来 然后再一拉 然后再低速通场 我前两天刚看了一下 洪姐去做米格的那一期节目 那才是真是看到了爱 就是看到张老师在那个地面上 担心 又是担心 又是向往 羡慕见恨 那是真喜欢呀 但是还是毅然的让给了洪姐 那个时候 那真是爱 那是真爱 不是我们俩其实商量了 我说这次你飞的是米格15 下一回咱 咱有钱了 我飞米格29 让我可以行 然后他说行 我说那这回你来 所以我先来 然后他准备下次飞米格29 米格29能超音速啊 超音速的时候 那我就来点 我反正我在离心机上测过 我六个G还是正常的 所以我觉得 我决定我得拉到八个G 然后感觉一下 那可能是经受 就是正在和最大的胖 就是人家那里能装下你吗 那战斗机我去做 我这个做的都 就是很卡 就是很卡 有操控空间 油门在这 包裹性很强 油门在这 然后我就这么摸着嘎就可以了 先去趟印度 然后再上飞机 就没事了 T80坦克 他开坦克特别快 两分钟 就是真的 我当时都惊讶了 我以前开T72出身的 我们俩先在博物馆 我看到T80 我说这个坦克好看 我想做这个 然后他说 那我带你走一圈啊 然后我们后来就找了一个基地 坦克基地 对坦克基地 然后就跟人说 能不能开一下 人说这个特别难 然后他说你教我一下 我肯定能开 然后人说 真的特别难教 然后他就跟着磨人家 我磨人家 他跟我说了一下原理 说了一下原理 那就OK了 还是很简单 不过提速真快 真的就是两分钟之后 他开着坦克 它是燃气冷机的吗 燃气冷机 燃气冷机 其实提速快 那比柴油机要快多了 后段动力极强 它不会像柴油机 柴油机你看 你挂上三档之后 你说T72吧 你挂上三档之后 那这感觉就肉档了 那点U一下 速度提起来 但是这个好像 油门给到底 踩脚离合起 唐唐 加档 我开过 我在坦克训练场开过 那个590坦克 590坦克 那是体力活 跟我原来 九十年前开那个东方 托罗机 一个感觉 那个很有骄 提力活 那是体力活 那是体力活 尤其那个59年换党的话 你找不进去还塞不进去 然后你这个下来之后 那个俄罗斯的那个陪练教练说啥呢 我跟你说特别神 是男的你的 男的一个老教员 而且他跟我说 他说这是俄罗斯现在境内唯一能够做特技的米格15 然后在上去之前 我当时有点心虚 因为我之前是开咱们这个运势2没问题 然后固定翼小飞机都没问题 但是战斗机我没开过呀 我就有点心虚 而且我看那教员 走路都有点颤颤巍巍的 我说这行不行啊 然后我们俩就在底下交流了一下 他就跟我说 说这个飞机是一个什么样的 就是怎么操作呀 油门呀 然后杆我就跟他比划了一下 他说对对对 是这意思 然后我们就讨论飞行计划 对 因为我们要拍摄嘛 所以跟他讨论飞行计划 讨论飞行计划的过程中发现 然后老爷子问了一句 你们是飞行员吗 我说我们是 然后说他是吗 我说他也是 然后梁慧就开始跟他讨论飞行计划 在哪儿 登哪个舵呀 压哪个杆呀 对在什么角度怎么做 我们要90度的大幅度盘旋 就说了一些这样的词 乱七八糟之后 老爷子说那行 那我得踏实多了 他怕是有那种特别紧张的 闻叫乱刀杆 对 你要年轻人乱刀杆 他前面没那么大 他没法操作了 然后当时上去之前 就马上扣仓盖了 然后突然他们的地幅就上来 给我塞了一个袋 因为我前面其实勒得特别紧 因为他加速度很大 然后在那儿塞个袋 我说这要干嘛 他说就吐的时候你要用 我说这不用 这拿走拿走 不不不你一定要放着 然后特别神 后来我就发现他为什么这样 就是真的是上去之后 老爷子就跟在底下完全变了一个人 上去动作干净利索 就是你一看就是那种军人的那种 动作特别准 特别准 然后我们俩因为交流电台 他因为飞机也比较老 电台比较老 就撒撒声都听不清 然后他就用了一个特别简单的 一起飞之后 那个就是他叫我名字 收了起轮件 对就是起轮件已经收了 已经正常飞了 然后他叫我名字 说echo 然后我说copy 然后他直接一个动作 两只手举起来了 那意思就是飞机交给你了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好爽 趴一倒杆 然后他在前面哈哈就开始乐 就是我们俩就配合的特别默契 不是这个 开民用飞机跟开战斗机完全不一样 你开民用飞机相当于 你开一个50座大客车 撒奴要的 然后你开上战斗机之后 就是兰博基尼超级跑车 就是你想怎么做动作 真的怎么给怎么有 那个感觉太爽了 真的就是分 不是 你还有一个感叹 就是那个飞机现在应该是60年代 70年代的飞机 二战后的 现在还在飞这种特技动作 你就想想人家这俄罗斯的东西 但是俄罗斯人胆大 这也是正面飞机 飞机有好多散件了 飞机有好多散件了 你这么多年了 飞机的服役时间是15年 你到现在多大了 七年都40多年了 很厉害 所以这回去俄罗斯除了这么爽之外 还有别的吗 俄罗斯真的 我觉得要想去体会武器 那肯定是一个不二之选的地方 对 当时是我们把伯伯沙 然后墨西纳干 马克庆 对 变大 那都是 著名的 然后这些二战时候 俄罗斯使用的 就是前苏联使用过的这些武器 全拿来了 然后埃格尔做了一下测试 就是这个 我才知道武器到底有多可怕 它是专门有这种机构 允许你去 我们向博物馆借着 然后向俄罗斯 博物馆能借出来让你们玩 好呀 好 俄罗斯博物馆可痛快了 借什么 就是跟人说 给钱 首先要付钱 然后 还得有保险金 这个理由必须合 保险金 对 你帮人拿东西 拿出来弄坏了 没有 他们会派人 他们会有人跟着 我们要向俄罗斯紧急情况部申请 紧急情况部批准 拿着紧急情况部的申请 然后警察部队 警察要在场 我们要专用的场地 专用的罚场 警察要在场 然后消防队要在场 救护车要在场 那还是一套 很正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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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些花费都需要你们来付 对 我们来付 对 我们要付费 但是真的 我觉得 人家不会感觉到奇怪了 他们会不会有问一下 他们问了 你们花这么多钱 就想过什么瘾 我说这次我们来 俄罗斯的主题是了解二战 了解二战 了解你们伟大的卫国战争 所以我们要光知道战争 光说这些没意思 我们想看看战争中使用的这些武器 到底有多厉害 到底会什么样的杀伤力 那会儿最常用的马克勤机箱 最常用的 水冷的 对 水压是中机箱 水冷的吗 水冷这儿 过满了之后 然后底下一根管 那水冷的 当时我们缴获了 日本的马克勤机箱以后 不会用 不会用 最后老发热 老发热以后 就是一个连的战士 集中起来 往那里 那也对 没问题 水冷 说他弄这么一个东西干啥吗 好多说水冷 水我们都没得喝 在战场上 我们当时在前面摆一辆福尔加轿车 然后我们装了500发的弹链 然后上文堂之后 然后开始激发 打了可能不到十秒 就马克勤 打了不到十秒 那个车就 散架了 炸了整个 当然那车里 之前我们是加了点汽油进去 担心什么福尔加 福尔加 直接炸了一辆车 然后它可以穿过 就那么7.62的马克勤机箱子弹 穿过龙骨 龙骨挺结实的 穿过龙骨 穿过发动机 从那边的翼子板穿出来 就没有一颗子弹 最后我们仔细查 我说不可能 没有一颗子弹留在车里 全部都穿过去了 全部都穿过去了 是时候表演 真正的技术了 大家好 我是吴欣雷 又见面了 继上次神动架穿越之后 很多朋友反映说 对绳索下降的技术 产生了兴趣 那么今天呢 我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有关绳索下降的小知识 绳索是非常重要的户外工具之一 安营扎寨 攀岩探洞 都是少不了绳索的 但是需要提前说明的是 在专业的登山攀岩探洞等运动中 绳索和相关安全设备的使用 是非常讲究 也是非常严格的 我以下所教授的内容 只适合特殊情况下应急使用 实在特种部队学到的技巧 不建议作为常规登山探险使用 在穿越的过程中 我们被较陡的山坡挡住了去路 同伴因为缺少登山的经验 加上天黑路滑 为了保证他的安全 我决定用绳索做下降保护 绳子如何基在树上才结实呢 比较专业的方式呢 就是八字节怎么打 转两圈之后 抓住我们刚才绳头的位置 把它穿过来 大家看啊 为什么叫八字节 很像一个阿拉伯数字八 树干绕过去之后呢 把我们的绳头 沿着这根绳子穿回去 按着它跟它一样的轨迹啊 穿回去 一直穿到 绳头 跟我们下面这根绳子 方向一致 这个八字节就打好了 这次我们出门啊 只带了主锁和八字环 现在需要用绳索给我的同伴 做一个简易的安全带 几个要点 首先就是说简易安全带的尺寸问题 一般情况下我们取三倍腰围的尺寸 那么三倍长度就在这里了 我要在这里把它截断 打一个截 打一个什么截呢 跟刚才我们看到的一样 一个八字最牢固的 把这双骨的绳子放到自己的腰后 一根绳子是在腰上侧 另外一根绳子在自己的臀部 把臀部的绳子的下端提起来 然后把我们身体右侧的这个小绳头 穿过去 左侧的这个小绳头穿过来 好 用主锁扣住这两个小绳环 OK了 做了一个简易的安全带 有朋友问我说自己下山了 那么绳子是怎么样回收的呢 我在这里用的方法是非常简单的 我下来了 首先在自己身上打一个成人结 然后把树木当做滑轮 慢慢的把自己放下去 成人结的好处是非常的简单快捷 而且单手就可以操作 闭上眼睛来做动作 这是非常的非常的快 绳头从主绳的上方放过去之后 从主绳的下方绕过来 把我们手腕掏出来之后呢 再从主绳的右侧绕过去 回过来之后 拇指和其他手指一起把它拉住 从这个环里面掏过来就行了 掏过来就行了 这个时候一个成人结就做成了 其实绳索的用法是千变万化 以后有机会的话呢 要跟大家分享更多此类的知识 军武优选双十一 军迷的狂欢购物特惠 战靴棉服超多折扣 更有原版德军野战封衣 数量真的有限 来军武接兄弟 真兄弟不套路 全年最优惠根本不用算 关注军武优选公众号 发现更多惊喜 11月1号 军武优选 购物黄欢正式开启 用的还都是那种 就是没有百分之百装药 装药量在70% 那佛尔加还算结实了 60年代的 60年代的车 很老的 那个时候还是 苏联强盛的时候造的车 对 然后我发现内心 因为双二战的时候 是四几年的事 就觉得那么久远了 然后那个时候 武器好像没有想象 那么发达 但是一时测 我发现那些武器 真的杀身 太厉害了 你想想 二战的时候 那个坦克 一次斯大林格雷战役 那就是上万辆坦克 那怎么出来的 上达尔弄钢铁界 你想上哪弄钢铁去 那流水线 你想那时候 美国的卡萨布兰卡 级的航空母舰 一年就50艘 一年50艘航母 从想造 到把那个航母 投放战场 一年 几个厂 一块造 突然分下去 50艘航母 当然 所以不太大 两三吨 两三万吨 那也厉害 那也很恐怖 对 然后在俄罗斯的时候 我就发现 真的 我们去走访了很多 老兵 二战的老兵 对 说说 对 就是八九十岁的 但是真的 你就看到 跟他们见面之后 你会觉得 哎呦 这些老人真的是值得 就是 我觉得特别值得尊敬 就是他们会去给你讲 当年战争 他们亲历的那个二战 是一个什么样的 我觉得就是 就每个人讲 你就感觉就跟看一个电影似的 就是他当年在战场上 然后说俄罗斯人每个家庭往上走的话 家里都有人是参加过战争的 没有任何一个家庭说我能逃过那场战争 对对对 所有的 我们在那认识的所有人 你跟他聊起来 我的爸爸或者我的爷爷 我的叔叔 对对 他家里一定都不止一个人 没错 曾经是军人 但是在那是什么 老兵这种受人尊重的承诺 也是出乎意料 出乎意料 我们跟着老兵在博物馆 有无上的就是光荣 对 真的有无上的光荣 就是你看我们是年轻人 比如说您 老兵您进来 我们必须起立 必须起立 然后每个人都要主动的向您问好 您可以不回答我们 但我们一定要向您问好 我们跟着老兵在博物馆里面 然后老兵在讲的时候 旁边就会围很多很多年轻人 听 对会在那听 就是他们会认为说 这些讲的就是我们国家的历史 他们会感兴趣 那儿的年轻人 周末会去军事的博物馆去约会 对 我们接触了一些年轻人 他们在干嘛 在打捞二战机 这怎么叫打捞 就是我们当时去的时候还挺冷的 对 北部嘛 那个彼得堡 圣彼得堡 对 圣彼得堡 那不都是三菱吗 三菱里都是沼泽 然后当年围城围了好几年 围了九百天嘛 对 围了九百天 然后这些各种惨烈的战役 都在那发生了 然后有这么一群年轻人 在打捞替三四坦克 真的可以捞起来 然后所有的战争遗迹 全在那个里面 真的就是像回到了当年一样 冬天的时候 它冰冻 等到开春啊 开始化冰了 化冰以后 他们用金属探测器找 照尔金属 然后在周围找大块的金属 他们就开挖 挖完了之后 水泵一边排着水一边挖 那天挖着挖着 挖出一个坦克的围板 然后围板之后呢 是头骨 就在那围板里 是人的头骨 那应该是那坦克成员的 然后再挖出来了 炮的撞针 就T-34特有的 大炮 开炮那一下子的撞针 然后证明这是没有T-34 然后他们把这些坦克 挖出来干嘛 那他们会把它复原 一点一点的汗 一点一点的复原 再拼成T-34 然后放进博物馆 然后放进博物馆 就在俄罗斯 它有太多太多的坦克 主要就是T-34 其实T-34跟虎市 报市 往那一摆 T-34就 特别不起眼 就是一个小小的感觉 T-34牛就牛在 像刚刚张老师说了 短短时间造了 成分成分量出来 然后当时我们还问那些年轻人 说你们为什么要去复原这些 他们有时候说的 历史是不能被遗忘的 就是我们要以此作为警示 就是真的要爱好和平 他们应该都是普通的这种 全是普通的人 而且没有人给钱 都是自发自愿的 对 像俱乐部一样 是吧 会就是周末 别人像中国周末唱个歌 他们就去捞一会儿 对 他们就去捞一会儿 对对对 真是这样 对 然后我这次特别感动的是 碰到了一个老奶奶 玛丽爱奶奶 她今年已经96岁了 然后她是曾经参加过战争 然后两次就是差点死在战场上 就是家里人以为她已经 打到过玻璃 已经去世了 但是她跟着打到过玻璃 然后她现在用了一种什么样方式 就是你见到她的时候 我是在卡丁车厂见到的 就我们去玩卡丁车 然后老奶奶去 说要挑战自己要开卡丁车 96岁 然后坐在卡丁车上 我是特别高兴 然后不光这样 她在近几年挑战了高扣跳伞 水废潜水 对 风冻飞行 她90多岁的人 然后玩了各种各样的 在档下来很极限的 然后希望在她100岁生日的时候 邀请我们过去 来跟我单独的标一圈卡丁车 然后当时她让我特感动是什么 她送了我一张照片 然后那个照片 其实照片很好 她后面写的那段话 她说我亲爱的孩子 我希望你们永远不要经历 我们所经历过的那种战争的惨痛 我就觉得就是她 她是那种特别真心实意 她就在说 她说我觉得现在生活太好了 你们不用担心这个 说要打仗了 要上前线了 说这个你们只要考虑 我怎么生活的 让自己就是更加愉快 更加高兴 所以我就觉得战争的伤痛 真的是给那整个那一代人 就是让他们知道 对 整个国家都在想 就是战争造成了很大的伤痛 所以我们在俄罗斯 也做了一件事 就是我们觉得是我们表达 我们敬意的一种行为 我们在那用 我刚才起了个名字叫眼泪 叫泪水 我们用了一种水帘的形式 就是从上面往下 在十米高 让水一滴滴的滴下来 滴下来之后 我们往上投了一些漫画 关于而战的老兵的故事 为什么要管这个东西叫泪呢 泪眼泪 就是这个代表 在二战中 所有流过泪的父亲 母亲 丈夫 妻子 就是他们的眼泪 所有人的眼泪 就是希望大家记住 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不要再为此惹泪 所以我们在最后一幕 就是拿中文和俄文写的 就是致敬和平的守护者 然后吹个小牛 普京总统给我们写了一封贺信 真的 真的 因为当时我们在彼得要塞 在米格堡 然后普京又是彼得堡人 然后正好他也在 然后俄罗斯媒体一报道 他老人家可能都看着了 看着之后跟我们写了封和解 那你们走到哪儿 都给人留点遗迹 留一点医生的财产 做点有意义的事 做点有意义的事 9月7号 9月7号受卢旺达总统的邀请 我们会重新回到卢旺达 为什么去 因为在那儿又做啥事了 动物保护 动物保护 对 是吧 我估计是 然后我们9月7号过去 我们是之前先在那儿 我们用了三千盏太阳能灯 对 拼了一个大猩猩的图案 只有在天空 在高空才能看得见 然后向动物保护者致敬 呼吁保护大猩猩 因为大猩猩现在数量 还不到一千 就等于比熊猫还 咱们大熊猫很多 那要一千六 一千七的样子 大猩猩 而且熊猫被好好的保护着 但大猩猩刚过那边打仗 这么多年了 拼了命的打仗 然后各种混乱 然后这些军阀 在雨林里会屠杀大猩猩 为什么 因为这有大猩猩 这就有公园的巡护 然后大猩猩如果死了的话 这块地儿就归那些 反正乌武装了 所以他们会屠杀大猩猩 跟动物抢地盘 也跟动物抢地盘 因为大猩猩生活的地儿也奇怪 都有黄金 也有金矿 反正乌武装在雨林里 他们得挖黄金 挖完金子 然后卖钱 他们能活得下去 这么着 我们做了这么一个 一个小的艺术行为 然后被卢旺达总统邀请 9月7号给大猩猩命名 这是全世界第一次 有中国人给新出生的大猩猩起名 就是给一只小猩猩取 而且还能取一个中国名字 你们叫它什么名字 旅行 挺好 这真是 我就是很受感动 我感觉你们俩真是 这个格局不一样 大家堵在这个路上 都走不了 走不了 有人就在那打麻将 有人就在那烧烤 有人就在那遛狗 有人就在那谈恋爱 还有货车司机在高速标上洗澡 还有人发明了 我发明一个垂直起降的汽车 让他自己飞走了 那你飞走了 别人还在这堵着呢 他考虑我是飞走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飞行汽车 你们都堵着 我走了 哈哈拜拜了 这是一种境界 马斯科堵了半个小时的车 他想到什么呢 他说我应该修一个高速列车 一小时1280公里 比飞机还快 在大西层里边 美国到现在 它的导弹都是亚印索 它都没超过900公里 它要把火车 弄到这个1280公里 还在同人市 中国也签合同了 也要弄100公里 长的这么一个玩意儿 就是说 你看马斯科就升华了 你考虑飞行汽车 考虑你自己的时候 我考虑装着一伙车人 下一步他说不行 我得到火星去 火星唯一解决的是没水 现在突然发现 火星上有人工会有一个 不是有湖 发现一个湖里边全水 马斯科说你们先别上 我先上 我是殖民者 我先上 给你们安营扎站之后 你们再后上 他自用自己的火箭 然后上火星 就是你看看这个马斯科的境界 他就跟普通人不一样 特朗普说 我要搞贸易保护 所有的出去办厂的都要回来 他说我投资50亿美元 到上海去搞一特斯拉 一个工厂 一年差50万辆车 他境界就不一样 所以你们下一步 就地球上就完了 就不想 这不还破冰船吗 不想搞个什么航天飞机啥的 到 这一直是我们的小秘密 到空间站去 跟马斯科合作 下次马斯科上火星 把你们俩带上 没有 我是自己造 我是自己造一个 还没说过 就是让我问早了才说 大前天 大前天 我的宇航服 最后的测试 你还真干下来了 但是没有想过走那么远 我们先想着试试 先离开地球50公里 先试一下 用我自己造的设备 我现在的能力 和我的资金 也只能支持 我能到五六十公里 先到同温层 逆温层 要去逆温层 让我的身边的 先过咱们走着走着 零下50度 零下60度 再走着走 零下20度 零下10度 零度 对 我先到逆温层 做什么上去 这个让我保个秘密 现在还在测试 我自己 我自己在各种测试 在各种测试 真空仓保了好几个了 还真是在做这事情 真的 我就说 这就是一个人的境界 就是他这个人的境界 就是眼光是不一样的 别人是不理解的 别人肯定不理解你们 对不对 就是我家庭过日子 自己挣点钱 过好日子 是吧 这个两亩地 三亩地 一头牛 老婆还在热房 走着就完了 这是过日子 你们俩这是过日子 这把乌地 用来接近的 Warriors swallowed 好 火 fill 这把乌地 来 啊 汉